今天我们的重点是维积分基本定理 那个当然就是我们在维积分学科里面最重要的定理 我们今天要介绍而且要证明这个定理 给一个严格的证明 在证明之前我先回顾一下前面的Daboos定理 当然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定理 我们首先提出来这个所谓的remand sum remand sum 当然就是在这个partition将我们的区间切割 切割成小片段 然后找一个代表的点 这个CI就构造到一个所谓的面积 一个一堆的小长方形 小瑕条 我称为小瑕条的面积核 那个叫做黎曼核 那可及这个事情 结果是跟这个黎曼核是有关系的 就是对于这些regular partition来说 我的arro是我的remand sum是存在的 remand sum是存在的 而且这个存在事实上 我们也知道就是 那个积分 可以写成是什么 可以写成是 在比如说在二的状况底下 我们那个omega就是uppersum减low sum 随便一个sequence 它的norm去向零 它这个omega的limit也是要去向零 然后意思就是uppersum跟low sum 事实上是非常接近 而且从前面的这个 我们叫做AR定理 我知道是那个uppersum跟low sum 都是收敛到我这个所谓的I 就是F的积分 然后这个是从2那个狮子走过来的 从3那个狮子走过来的 现在是regular partition 所以我这个I又是等于我的U of F of 这个PN 也等于这个潮写PN 是regular partition的uppersum跟lowersum 它的limit就会是我的整个积分 那这个是从3走出来的 那从4呢 事实上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 是你的 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这个remand sum是介于我的uppersum跟low sum之间 它比low sum大 却比uppersum小 那所以如果两个都收敛到I的话 这个remand sum 无论我怎么选这个CI 这个remand sum当然也是等于I 所以这个limit exist在哪里 就是I 就是这个时数 那所以我们有一些很方便的方式呢 去算我们的积分 那事实上 那事实上 第四 我们星期一证明的时候呢 是三跟四走在一起的 那事实上呢 我们还有三跟四走在一起 就是说有三就有四 那你这里呢 就会看到就是说 这个二呢 也有一个remand sum的版本 事实上这个我可以写成是五跟六 看起来要在右边了 就是五是什么 五是所有的partition 利用三跟四 类似三跟四的方式 随便一个partition 这个partition不见得是regular的 我们都有呢 就是说这个limit remand sum n去算无穷 要等于I exist 那现在我当然知道它就是等于I 所以我这里可以补上去 就是这个是limit of我的remand sum 是这样子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所谓的更简略的写法 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的六 我说我的remand sum 不管P是怎么样子 只要它的norm是去向零 要等于I 当然这个limit呢 又是什么 independent of choice of CI 这里我不详细写了 independent of choice of CI 那我说这个星期的作业呢 就是要正这个五跟六 那昨天已经有同学来 师傅已经写好了 那你们有些同学是很用功的 那我这里呢 是作业还是加分题啊 加分题对不对 这个是加分题 这个是加分题 所以是加分来的 那我这里给一个hing 这个加分题 实际上是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你会做的话 实际上是表示说 你对我们前面的 这些什么epsilon delta呢 有充分的了解 应该是不是难的 那如果你有了解的话 就应该是OK的 我这里可以给一些 给一些所谓的hing 那特别就是说 五去六 你可以利用一个 所谓的反正 反正 意思就是 假设它不对 首先 对 我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要先写出来的 这个是 我猜是大家看到的 这个写法是 我们第一次看到的一个模式 因为我们事实上就是 一般都是 是一个小X的函数 然后X去上哪里 现在不是 现在呢 我这个函数是一个partition的函数 然后呢 是partition的norm 作为一个时数去上0 但是这个写法是一模一样的 将来我们在RN上面呢 也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定义 那这个意思就是 我这里跟i 这个RP跟i要接近的话 都要给我这么接近 那那个所谓给我这么接近 是考量这个P在哪里呢 P的norm接近0 是这个意思 所以一样是epsilon delta 使得是我的那个 只要呢 我的对于任何的partitionP 只要Pnorm小于delta的话呢 我的那个 Riemannsum 它是一个数来的 它是一个时数 跟这个i的距离 这个i也是时数 要小于epsilon 这个定义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6的定义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5次6的话呢 就是 就是假设这个不对 假设这个不对 那就是存在一个 epsilon 0大于0 使得随便一个delta 那 这个delta你可以设计 就是所谓的任意的 既然任意呢 大概我们有兴趣都是小的 小你就设它是n分之一 小的n分之一 sorry 这个是P 这个任何的P 任何的Ppartition 那n分之一呢 对照的P呢 就我就叫做PN P等于PN 使得 PN的norm呢 小于delta 但是 我的Riemannsum 对照的Riemannsum 跟i的距离 就要大于epsilon 0 上面那句话 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假设不对 suppose not 那就有这句话 那这句话会跟我这个六 我这个五 这个条件呢 是冲突的 这个事实上是很明显 那我不多说了 那另外一方面也不难 OK 我们今天要做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它是要用到double定理的 就是可及等价于一个东西 那一般的教科书呢 都会用六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定理底下呢 我觉得用四更简单 就是对这个regular partition来说 这个Riemannsum 一定是存在的 无论我怎么选中间的这个ci 而且它收敛到我的气氛 OK 那在这个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之前 我要做一做 也是一个有用的定理 那个大定理事实上是用上很多工具的 min-metal theorem 我们大概讲过 f是continuous on a,b 然后differentiable on a,b 如果我存在一个C在AB里边 使得我的FB减掉FA减掉是等于F'C 这个叫做均值定理 那个图画当然是很清楚 这个是FA 譬如说 这个是FA 这个是FB 我给它连过去 这个是B 这个是A 如果函数是好的话 我必然找到一个点 它的切线 它的F' 这个点在哪里呢 我只知道它在中间 它靠A 靠近A吗 还是靠近B 讲不清楚 因为不同的函数 不同的行为 但是我知道中间会有一个点 事实上在这里 有两个点 那我们定理呢 保证有一个 那这个定理跟我们前面的 我们之前 习中考之前证明的那个Roe定理 事实上是 尼尔克说是等价的 还记得Roe定理怎么说吗 这个Roe Theorem F continuous on B区间 然后Differentiable 在开区间上面可为 然后又FA等于FB 就会imply存在一个C 在AB里边 使得F'C等于0 是这样子 这个是Roe定理 那我们几个考之前呢 有证过它 这个定理呢 就要用到我们的Extreme Value Theorem 没有Extreme Value Theorem 就过不了去 那也就是说 没有我们的那些所谓的Supremum Infirmum 以及于这个完备性功力呢 这个Roe定理正不清楚的 那个证明是不清楚的 现在是清楚了 然后这个Roe定理 你看那个条件都很像吗 不是吗 在B区间上面连续 在B区间上面可为 那然后存在一个点 它为分等于0 事实上我们现在呢 也是 这个证明啊 也是 就是利用Roe定理来证明的 整个想法是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图像化 非常的图像化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想办法 那将这个FB跟FA 我将FB拉下来 拉平它 将它降下来 如果我降下来的话 它就是AB就是要一样了 那个函数值 这个绿色线就是一样 那这个曲线 可能就会变成是这个样子了 原来的白色的曲线 现在变成是像绿色的这样子 然后Roe定理说 这个点 它有一个顶点 它的微分是等于0 或者是最小点 如果在中间的话 它的微分是等于0 那这个 这两个点 升回去原来的 这个白色的曲线 就是我现在 这个 这两个点 这个绿色线 不是就平行 这个绿色线吗 那你升回去 就是我这些 黄色的线 那我怎么让它降下来 我找一个 我构造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Trick就是构造一个新的函数 所以这个Proof of Memele Theorem Memele Theorem是 当然是一个大定理来的 就是我Define 这个GX 它是原来的FX 扣掉一点东西 我给它降下来 那这个降呢 每一个点呢 那个比例都不一样的 在这个点 它的比例是这个样子 那它在B那个点 这个比例是这个样子 当然它就是 事实上就是乘比例嘛 这个比例就会是FB 事实上那个斜率 那条是一条直线 斜率是这个 按照X跟A的距离的比例 这个是整条线的斜率 是这条黄色线的斜率 我就按照这个斜率 比如说这个是X 你按照这个斜率 斜率是什么 就是这个除这个 那相当于就是说 这个除这个 所以你乘以 乘以这个X减A的话 就是等于这一块 不是吗 等于这一块 那一块呢 就是我这个 就像是三角形 那应该是很清楚的 所以原来F在这个点的话 我的G就是在这里 原来F在这个点的话 我的G就是在这里 是不是 我应该这样子说 原来我是按照 这个是坐标的降下来 所以原来F在这个点 我的G就是 我的G就是在这里 大概是在这里 降了这么多 降了绿色那么多 原来F是在这个点的话 它就降了 就降到一个新的点 反正就是说 降这样子的一个距离 是这样子 所以曲线就整个就 它是弯曲的 但是它就是整个 依照一个比例降下来 那像这个函数 它当然有F的好处 它是连续的 因为F是连续的 这个当然是连续的 这个是一个 对X来说 这个是个多向式 这是一个线性的多向式 是一个AX加B的那种形式 那如果F是可为 那当然整个也是可为 所以都好的 这个我不写了 那重要是这个东西 GA在A那个点 它是等于Fa 然后G有B 在B那个点 它会等于什么呢 在B那个点 我们算一下 就是Fb减掉 这个带B 不是跟这个消掉吗 Fb减掉Fa 所以这个是等于Fa 是不是 所以G of A 等于G of B 那当然呢 我的设计组这个样子 我的设计就是将这个点降到来这里 是不是 这个是我的设计 那所以我就可以 byRhodes'定理 Rhodes'Theorem 那我就存在一个 我写的简单一点了 我没有很多空间 存在一个C在AB里边 使得这个G'C呢 是等于零 G'C要等于零 G'C是什么 G'C按照你这个维分 G的维分就是等于F' 减掉这个的维分 这个对X的维分是什么 这个我已经讲了 它是AX加B的那个形式 所以你维分了当然等于A嘛 等于这个大A 这个大A就是 所以这样子出来 F'C要不要等于右边的这个比例 就是我们MinValue Theorem的 这个结论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MinValue Theorem的证明 那有了这个的话呢 我就可以进行我的 今天的主题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微积分基本定理 有两部分的 一般教科书呢 讲的第一维积分基本定理 或者是维积分第一基本定理 就是这样子写 那就是这样子写 如果F是Continuous X on AB 那有条件的 现在呢 你应该有比较有感觉 这个条件是什么 F是在AB上连续 就够了 那连续就表示它可积嘛 所以 而且我这个可积呢 我们也知道 就是说 你在一个 如果你在一个 长的区间上可积 你随便选一个subset 它也是可积的 比如说我这个C 你在长的区间上可积 你在小的区间上面 一样是可积的 因为它的partition upper sum减 law sum 差异不是更少吗 你用那个 integrability criteria去看它 就是你upper sum减 law sum 如果你越长的话 不是越多吗 你还是有一个差异 你现在是一小段的话 是更小吗 所以我要求它 小于ε是更容易的 所以我现在是说 这样子的一个积分 它是可积 所以这个积分是有数 是一个数 而且x在变的时候呢 它也在变 换句话说 它是一个x的函数 它是x函数 那为积分 基本定理说 我这个积了以后 再为 是可为的 再为 是等于自己 这个是维积分 第一基本定理 维积分第二基本定理呢 是说什么 是说 f呢 是一个 所谓的更高级的函数 它是differentiable o on a b 我不写那么多了 它是可为的 而且它的维分 是等于小f 那 而小f呢 是一个可积函数 它不见得 它可以不连续 但是它要是可积 and f is integrable 那现在呢 这些名词 你应该是 清楚它的意思 then 我将大f围了以后 等于小f 我将小f 积回来 我先围 后积 等于自己 我先将大f围 围了以后再积 就是等于自己 我们的符号是这样子的 这个符号也是一个精彩的符号 等于自己 取值于ab这两个点 所以你可以写这个是 就是大f' 先围后积 等于自己 差不多 不完全是 但是有那个意味在里面 那这个就是围积分 第二积分地理 那两个合起来 就是说围分跟积分 是互围这个逆动作 是不是 所以我不会围的 我先积积看 看看怎么样 然后 不会 我不会积的 我就找一个东西 围分等于它 那这个就是我们 一直在做的事情 你去年学了很多 比如说那些所谓的积分技巧 事实上都是 那些不定积分 基本上就是因为有这个定理 所以我给您的小f 我找到一个大f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维积分地理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对不对 任何的定积分我都可以做了 我都可以做了 是这样子 那留意这个条件 这个小f呢 在a里边呢 它要求是连续的 在b里边它是可积而已 我们叫连续比可积来的强 因为连续还是必然可积 所以这个条件上呢 是比较弱的 而且 你要写出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要可积啊 才能写出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才有意义 所以好像就没有条件一样 那只要它有意义 那然后你找到一个大f 维分等于它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条件是很好的 我们来证明 我先证b b呢 需要用到我们前面的 所考虑的一些工具 包括这个军级定理 这个证明很精彩的 事实上很精彩的 很简单 现在大概就是因为 难的东西已经做完了 现在就是很简单 但是有一个 当然有一些想法在哪里 是怎么样子 我考虑这个regular partition 这个是b部分 我说 我现在考量的是 一个regular partition of a b 那就是它里边呢 有n加一个点 其中呢 delta xi就是 既然是regular的话呢 就是将ab这个区间平分 成n分 那然后xi呢 就是等于a再加 这个隔间的i倍 那是这个样子 好了 然后呢 我来看 我来看什么 我来看大f 这些点都很清楚了 是不是 我考虑这个 刚才我们的 mine-mine-theorem呢 是说 f'c 是等于这个分母 这个比例 或者是这个斜率 那我用另外一个方式去写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是不是 我将这个分母放去右边 当然对嘛 那这个我叫e 我现在就用这个 我这个小f在那边是大f 我就写出来 写出来是什么 写出来就是利用我的e呢 或者是mine-mine-theorem 好 它是等于f'某一个c 我叫ce xe-x0 是不是 这个是b 这个是a 带进去 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 那 然后 然后f'c是什么 f'c不是小sc吗 是不是 其中我的ce呢 就是 我等于会再写 ce就是x0跟xe中间的一个数 因为我的mine-mine-theorem 这个是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好不好 所以我做了这个 然后我又做x2跟xe的差异 这个差异 同样的方式 我就会是等于某一个f的c2 x2-x1 是不是 其中呢 这个ce呢 就是在x0跟x1中间 c2是在x1跟x2中间 一直下去 然后fx3 fx2 是等于小f的c3 x3-x2 一直到最后fxn-fxn-1 其中每一个ci都是在x的i-1跟xi中间 我说做完了 如果你写到这里 你应该知道怎么怎么给它结尾 为什么 这个成绩是什么东西来的 这个成绩 就是我的 remand sum的 那个部分 那是n个小区间的宽度乘以它的高度 所以我如果将右边的全加 不是那个便利店 全加起来 那左边的我也全加起来 那 就做完了 为什么 因为左边 互相都消掉的 剩下来一手一尾 一手一尾是什么 是xn-fx0 我说左边是 就是一头一尾 fxn-fx0 右边我这样子写 就是我的整个remand sum的核 就是这些 每一个都是 每一个都是 fcn 都是delta xn 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而 这个你可以看成就是remand sum remand sum 而这边是等于什么呢 再写一遍 不是fb-fa吗 xn就是我的b x0就是我的a 是这样子 而这个remand sum呢 这个是等于 r的f的pn 刚才我们说f是可击的其中一个等价的定义 the boost定理说 你这个呢 一定要收敛到 当n去上无穷 收敛到 这个东西 而当n去上无穷 左边是不变的 左边就是那个值 死死的站在那边 右边呢 看起来是 事实上也是死死的站在那边 是没有变的 因为我的ci 通过不同的选择 做到它是 这个值呢 事实上是 永远都一样 但是我们定理说 这个值只要收敛到我的 那个 积分 所以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我的积分 就是要等于fb gf 我左要两边tick limit 他们一直要相等 左边是一个常数 右边 似乎是变化的东西 做完了 你看多简单 那关键就是在于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就是 这个微积分 这个 这个 可积这个事情 这个积分 是一个 Riemann Sum的 limit 是一个 Riemann Sum的 limit 那我就利用 Riemann Sum的设计 Mine Value Theorem 很容易就是构造出来 一个Riemann Sum 那我就做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结果 那没有 黎曼的这个定义 这个定义的证明 就复杂很多了 可能就复杂很多了 现在呢 我们因为前面呢 那些辛苦的工作 做了以后呢 现在呢 就简单了 对不对 好 我当然要趁这个机会 将另外一个部分也做 也给它写出来 虽然呢 它事实上 也是需要一些工具的 那这些工具呢 我们后面才来补 那 这个 这个A部分 它的证明呢 事实上是 比B部分更形象化 有一个图画做出来的 是 当然你也看到 就是说 这个连续的功能 在哪里出到 就是 我这里呢 要 要写这个积分 F可积就够了 但是 不连续的话呢 围出来 不会回到自己 是这个样子的 那 这个图画 我可以在这里画 就是 我现在呢 从 假设这个是我的 F函数 X附近的一个点 那 我要 所以 积分呢 从A到X 相当于就是说 我要积这个 我要求这个面积 那我要维分的时候呢 我要看看就是 X加Delta X 如果我移动一点点 那它是怎么样子的 那 那 好 我这里呢 当然要做一些 推演了 推演是什么 就是 我的 我的大F 是等于AX F的积分 那 我现在呢 我要维分这个大F 相当于就是说 我要 考虑 X加H 减掉F 除以H H去向0 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极限 那 你这个极限呢 你给它在 H 写过来一边 这个大F X加H 是什么意思 按照我的定义呢 是从A G到X加H 是这样子 小F 大F X呢 是A G到X 小F 是这样子的一个 积分的差异 然后 再除以 H Take Limit H去向0 是这样子 那这个积分的差异呢 相当于就是说 我先从 A G到 这个是我叫做H了 然后扣掉A到X 那 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 很明显就是 这个差异呢 就是这一块 是不是 那你在取 你在除H 除以这个宽度 是不是就是 这里的一个平均值 这里的一个平均值 相当于就是说 是这里的一个 某一个平均值 那然后 这个平均值 当H越来越小的时候 当我的H X固定的 将它压回去0 你这平均值 是不是就是压到 这个值 这个值是什么 Fx 做完 这个图画是 是 非常 非常直观的 只要你将 这些面积 给它想清楚的话呢 就是 你画一个图 就可以讲完了 那我们将 那个细节 给它写一写 我们需要一些 积分的 一些 知识 一些Facts 这些Facts呢 我们后面会证明的 第一个 是 我们的 A加 A到X加H呢 事实上是等于 A到X 再加 X到X加H 就是 我两个积分 我给它 那个积分的 那个区间 我给它拆成两片 它是等于 各自的 积分相加 这个跟我们 平常看面积的 那个想法呢 是一致的 然后 第二个 但是这个要正呢 我们都是从 最基本的 做起来 每一个东西 都可以证明清楚的 第二个图画 是我们的 这个叫做 Mean value theorem 也是一个均值定理 Mean value theorem for integrals 它说 F如果连续 在AB里边 就表示说 存在一个C 在AB里边 使得呢 我的积分呢 是可以这样子写的 我的Fx dx 是可以写成 C 作为一个代表 乘以B整理 维分的 Mean value theorem 就是 C是一个 斜律 平行 我的 从A到B的 那条直线的斜律 这个呢 是这个意思 假设我现在 要求这个面积 我就说 要连续哦 Fx要连续 我就可以找到 一个点C 我说 这样子的一个 曲线底下的面积 相当于就是 我这个正方形 我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我这一块 跟这一块的面积 是一样的 然后 这个点 就是我的C 就是我的 某一个 某一个点的函数值 这个高度 就是我某一个点 C的函数值 所以它就是等于 Fc 这个高度 乘以这个宽度 宽度就是A到B 是不是 这个非常自然 对不对 你这个积分就是等于这个东西 那利用这两个呢 我就可以 Proof of A 我当然是继续下去的 继续下去的 把这个Fact 1 我的那个所谓的Fx的维分 就会等于我的Limit H分之1 然后呢 是积分 我就可以将这个A的x加x拆成两个积分 其中一个呢 就跟这个消掉 按照我刚才那个猜法 就是剩下来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 我叫Ft dt 所以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然后 再利用Fact 2 我们就选一点嘛 F2 我不要F4 我就F2好了 那这个积分 是等于某一个Fc 乘以B减A 就是我的 这个Mean-Mero theorem for integrals 所以 这个B减低是什么 H 是这样子 C是在 C是在 X跟X加H之间的 那我这里呢 我画图是H比较大 但是H有可能是比较小 这些都对的 这个都对的 所以我导不如写 就是说 Where Where呢 这个C呢 Is between Lies between 不写那么多了 Between X and X加H 那我就没有写 谁比较大 有可能X比较大 有可能X加H比较大 好 那 所以 这个Mean-Mero theorem for integrals 这个就消掉了 然后 H向0 这个C是在 X跟X加H之间 X固定了 现在已经X固定那个点 我要求微分 我求这个点的微分 所以 但是H向0这个值是要去哪里 连续嘛 连续嘛 不连续就不一定了 连续哦 这个Limit就是要去到 这个东西 那现在这个是 开区间来的 我这里补上一句 就For all X 在AB里边 在这个开区间上面 我才可以讲微分 在边界 这个微分就 就比较复杂了 要小心看 那所以这个Limit的写法 没有问题 因为 F10连续 F10连续 就出来就是这个图样 就是你 你这个 这个X 就是这个绿色的面积 除以H的话 就相当于就是说 它某一点中间的值 就是FC 就是某一个中间的值 FC 那TickLimit以后呢 你怎么中间 你都要靠近这个 这个岸边 靠近这个X 你就找到是 是Fx 是这样的 OK 那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 微积分里边 最重要的 微积分基本定理的两边 我们对连续 对可激 现在要更深刻的认知 所以我们可以非常精确的 去讨论 那个证明 那在这个条件底下 这个事情一定OK 那如果这个条件不满足的话 那当然就没有这个微积分基本定理 我们还可以弱一点点 但是没有太多 没有太多 条件还可以弱一点点的 那 这个定理就是影响深远 等一下演习课呢 会讲一些 会讲一点 那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今天就来到这里 那我们下星期一的时候呢 再来继续就是 讲它的一些 当然会有一些 implication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前面的xn的积分 你要用这些partition来算的话 算得半死了 对不对 那现在 我知道 这个xn加1 除以n加1 的微分 就等于xn 而且这个是xn方 而且它是连续的 在整个实线上连续 所以01的积分是什么 就是等于xn加1的01 那你算一算 代值算一算 就一个很简单的 就走出来了 是不是 那因为它是连续 所以它可积啊 所以大概这两个条件是B 当然是B最好用 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B部分 好 那个后续的 我们下星期再继续